三間半夜 農機行竄出火蛇全面燃燒 一樓鐵卷門被燒到通紅 消防隊員用電鋸鋸開灑水灌救 農機行不斷傳出爆炸聲響 附近住戶嚇到趕緊逃命 這時消防員架梯爬上隔壁頂樓 同樣用電鋸鋸開三樓鐵皮夾蓋 經過約兩小時搶救火師撲滅 經過搜救 在三樓發現屋主 一家屋口無人生還 屋主媽媽接到消息趕來 當場崩潰痛哭 這起死亡火警發生在台南市六甲區的 一間農機行 十三號凌晨兩點四十三分發生火燒錯 上方人員到場發現一樓大門被雜物阻擋 無法救援 趕緊駕踢到鐵皮夾蓋的三樓陽台搜救 最後在後面晒一場發現 老闆 老闆娘 大兒子小兒子 和年紀八歲的小女兒 全部明顯死亡無法辨識 大兒子一度逃到屋外 為了救爸爸媽媽媽和弟弟妹妹 又衝回家裡 大女兒則是因為跟團在國外表演逃過死結 一家人怎麼會全部受困三樓慘死 初步調查起火點在一樓 懷疑可能是離電池爆炸起火導致 後方曬一場鐵窗也鎖死 根本無路可逃 如同鐵棺材一樣 平時鐵窗就要預留這個逃生口 農機行大火從一樓到三樓全部堆滿雜物 民餐內還有天井加速火勢蔓延 最致命的是一樓完全無法進入救援 再加上三樓鐵皮夾蓋沒有出入口 導致全家人無法逃生 緊緊相擁 命喪我哭 記者來觀察王書宏 台南報導 歡迎男子金花逃竄 先著躲在角落隨後轉身就跑 突然又往前狂奔還不時回頭張望 似乎發現有人來了 再次折返 沒穿鞋打到赤腳 路邊圍翔不高 男子三兩下翻牆跳了進去 偷偷摸摸 進到民宅內大肆搜刮一番 原來他市民同氣犯從分局逃跑 米的池可能看到這邊的家裡 我以前的家裡在這裡飛了就跳到米 後來就收拾了 雷冰中村 我當下是很冷靜的 我不敢出聲 我叫我女兒趕快報警 很害怕 我覺得說我很沒命 回想釋放當下 屋主人心有餘悸 實在很驚恐 通信犯前腳剛走 警方就來家裡找人 等一段不到幾分鐘的時間 金氏 冰市車全被偷走 大概十來萬 我不知道為什麼分局 會這種情況跑掉 其實這個很可怕 如果他當時有槍的話 或者是怎樣進入民宅的話 其實這個非常危險 釋放在13號下午嘉義縣 曾經前犯是毒品偷竊 同氣犯 在市區從事不法活動 警方將他和女友逮捕 帶到水上分局偵查隊時 為了方便他們用餐 才會拆下手銬 結果嫌犯動起歪腦筋 竟從分局後門溜走 創建民宅偷竊 警方最後只找到髒車 但人至今下落不明 嚴謹發現後立即追捕 曾經患 年齡41歲 左腳有刺青 發生如此烏龍事件 附近住戶心慌慌 萬一嫌犯闖進家中 該怎麼辦 希望快點找到人 正嘉義送報道 十二號晚上九點多 小流出北部突然大停電 島上無奇麻黑 有遊客洗澡洗到一半 整間浴室按摸摸 瞬間像是被點線實化 超尷尬 全部都停電 洗一洗停電 島上有三千零九十八戶 沒電可用 沒風沒雨 還連續跳電了兩次 還好七分鐘就復電 理由是地下電纜故障 只是全台這裡停電 那裡跳電 四月電費調漲11%後 經濟不透露 十月還可能工業用電會再漲價 隔回明白這麼講 如果沒有很特別的 重大的需要的話 我是認為 電價審議人會 當然也會跟我們一樣 以民生安定穩定為考量 明年五月十七號之後 和三廠最後一部機組 停機除役 台灣核能發電量就會歸零 賴總統強調 只要可以處理核安跟核廢 就能考慮新核能 想要高核安低核廢 專家提解方 除了每日共同研發的 SMR小型核反應爐 大陸已經開始供電的 第四代核電 不也活生生擺在眼前 2030年前 我們要用電的需求 我們是足夠來供應的 中國大陸 它的人權價值 跟人命的安全係數 跟我們不盡相同 我覺得卓院長的發言 非常好笑 那這個是完全符合民進黨政府 所強調的新核能技術 我們為什麼不能借進 這件對岸人權價值 有什麼觀念 我實在是看不出來 你真正重視人民健康 應該要提高無碳電力的佔比嗎 大量依賴火力發電 排出這些PM2.5的力 反而是對人民健康造成傷害的嗎 到2028年是負的9點多 是長期的停線電危機 台灣已經明明知道 我們現在缺電的情況 那麼嚴重 我們以煤來期待核電 是人民的健康何處 美日等先進國家都可以處理核廢核安 為何偏偏就台灣不行 政府採用高度燃煤下 民眾納悶 難道會搞出肺癌的PM2.5 對維持人民安全係數有幫助 記者黃一鎮草丁海岸採訪不到